来看看这样的食用环境您感到安全吗 这是在新北市的板桥 有一家知名的烧烂店 日前是被民众拍到了 说这个店家是把鸭子就直接你看这样 放在厕所的洗手台上来清理 引发了关注 而现在这个台北市的卫生局是实地的访查 虽然说是没有看到鸭子就这样在洗手槽里头 但是在马桶旁边发现了不少的鸭肉屑 也因此当场开发 马桶旁摆了一个大水槽 鸭子正泡在里面 再往左边一看 洗手台上全是等待解冻的鸭子 竟然在厕所马桶旁边清洗 很难想象这样的画面 竟然出现在板桥知名烧烂店的厕所 因为马桶在旁边 就觉得很恶心 民众看到感觉很差 直接把店家列为黑名单 记者实地走访这家烧烂店 场景和照片位置相同 同样有个大水槽 虽然没有看到整只鸭子 但水面上布满鸭肉屑 还有烤鸭挂钩 大啦啦挂在墙壁上 刚用完等待清洗的 则放在水槽底下泡水 厕所变成厨房 这卫生难道没有问题吗 说不要的 那个不是 那个不是吃的 那是只是说 因为我的东西烤完之后 它好 警察人员还发现 厨余桶旁边堆了一大栏蔬菜水果 要求限期改善 否则开房 面对指控老板娘大声喊冤 定期清洗冰箱这样子 我们才会把里面的食材 全部拿出来 放在旁边暂时性的 以后会注意我 我退冰的时候 我会把那些东西全部都放好 不会再放在那边了 也欢迎你们随时随地都来检查 老板娘承诺下不为例 只是这家烧腊店 不仅地方知名 网路上也小有名气 这会出现卫生问题 民众要问 这就是我们吃的烧腊吗 中天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最新闻台北综合 好